来 王伯 停 阿坚 你怎么来了 阿坚要放出来了 我来通知您 要不要去接他 不接 我没这个儿子 我知道 有一个让人失望的儿子 的确让人很伤心 你不去接阿坚可以 但你要心理准备的 阿坚的腿缺了 他自己以后生活很难的 王伯 您忙着 我先走了 刘老板 到 阿坚 你不能叫我刘老板 叫我华盛 叫老板 咱俩中间好像隔着什么 好 那我叫你华盛 今非昔比啊 我叔叔干了这么多年 都没什么变化 你这刚一接手啊 就来了个翻天覆地 真的了不起 不是我了不起 全靠大家帮忙 你今天来有什么事 我是来找王伯的 他是咋阿坚快放出来 真的 有市民举报 说看到有人推阿坚的车 这说明当时在车里的阿坚 已经失去了对车的功能 所以啊 阿坚的刑期被终止了 法院要做进一步调查 太好了 王伯知道阿坚要回来 肯定特别高兴吧 他心里有疙瘩 还剩阿子气呢 我在班上呢 你先忙吧 我走了 好 常来阿坚啊 走了 那不送你了啊 来 来 喝点水 你来干什么 我不再说土地 王伯 阿坚回来是件好事 你不要给我提他 我没几个儿子 不管怎么样 阿坚能够获得自由 您心里应该高兴才能 你今天不想卖面铁了是吧 你走啊 你走啊 你走啊你 你走啊 我走啊 你走啊 我走啊 你走啊 你走啊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阿玫啊 你能不能给阿莲打个电话呀 我想用她的车 干吗 阿建又出来了 我想你接她 因为不知道出来确定的时间 可能要多等一会儿 所以我想用阿莲的车 该给多少钱咱们给多少钱 阿建出来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阿建是王国的儿子 王国是我们的合伙人 你说什么关系 那个混蛋用椅子砸过你的头 我恨不得现在就去砸她的头 行了 事情都过去了 你就别这么义愤甜硬的了好不好 你是好了伤疤忘了头 你不知道 王国心里有哥的 他不愿意去接阿建 而阿建好不容易出来了 他现在最需要的肯定就是亲情 你说这个时候我们去接他 是不是真的就什么都过去了 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 跟你好好说不听是不是 你把他电话给我 我去打 不给 你给不给 不给啊 不给 阿宁 好老婆不见了啊 给不给淡书 你去打 阿 乖 不管 Elect 셨 打完电话再来接 走走走 走走走走走走 走 汪伯 我来接你了 接着我干什么 去接阿监 不去 其实错并不全在阿监 他现在最想见到的就是您了 走吧 不去 汪伯 去吧 这儿有我盯着呢 对对对 走走走 不去 汪伯 有我盯着呢 放心吧 汪伯 喂 阿玫啊 华盛玩的 阿玛 阿玫呢 她一早就出去了 没跟我说去哪里 该去接阿监了 我打电话阿联家里没有人接 这阿玫又出去真是急死人了 你这都是当老板的人了 还这么不踏实 这以后可怎么当老板呢 妈 您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跟我说呀 我呀 又想了一下 我觉得你还是不应该赶紧离叔走 你想 他在澳门都折腾二十几年了 也没弄出个什么名堂来 再去折腾阿也一样没出息 爸 我没有轰他 是他自己要走的 而且 他以后有没有出息 已经跟我没有关系了 要真没关系就好了 妈 您就别担心了 总之我对得起他 以后啊 这事您就别管了 好了 先不说这个了 好 那我关了妈 爸 爸 爸 快了啊 买这么多 我我我我我我趁着吃 我鸡蛋多吃点 啊 啊 赶紧吃 吃完就去睡啊 那好吧 您不能真拿我当猪养呢 啊 啊 啊 你刚出来不久 在家里 带着洋洋身子嘛 说真的 我现在这是 吃不下 也睡睡睡不了的 怎么了 爸 我我 我想做 做点事 你既没有手艺 没有 你看你现在这条腿 身体也不行 你 你能做什么呢 你啊 就在家里会儿 给我待着 你出去给我惹事 我就谢天谢地了 爸 我 我不会再惹事了 你 这 我想去您那 跟您学手艺 把手艺全学过来 可是你 打过华盛 你 怎么好意思 再回到面馆呢 怎么好意思 我 我